Hello,大家好,我是越南人,农士惟 我现在呢,正在我在越南买房子的地方的 今天呢,是第一天,我房子抓装修了 所以呢,我就过来看看 从买房子到现在,因为我男朋友在中国来不了越南嘛 所以呢,从手续,然后呢,一些的办理在银行 然后呢,装修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弄的 今天呢,我也是过来看看,他们装修怎么样的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第一天,刚刚装修嘛 所以呢,只有装修到了50%的 他们今天呢,是正在装修的 我就过来给大家看看 看,已经装修差不多了 这边呢,是社会 然后呢,这边呢,是厨房了 还没有装修到,应该还要明天吧 这边呢,是客厅 这边呢,是客厅 这边呢,是我大的,客厅的 这边呢,是客厅的 这边呢,是卧室 给大家看一下衣归 我选的颜色呢,都是白色的 卫生片在这边,还没有座 这边呢,是我做这桌子学习的 工作的地方可以在这里做 好了,这边呢,是小的房间 小的房间不知道装修如何了 好,这边呢,是白色的 一棍也是白色的 都是差不多力量的 好,就是这样了 小房间也是白色的 一棍也是白色的 都是差不多力量的 这边呢,是做客厅 因为要把镜子贴在后面 所以呢,我就要把那个空调拆 然后呢,重新安装一下 放它在中间 这样客厅会好看一点的 大概房子就装修成这样的 明天应该就会装修好了 这次装修呢,我花了四万 而且四万人民币 还没有沙发,桌子 桌子吃饭的 可能买了还要加了 几千人民币 应该这次装修可能也要 四万八,四万九 然后呢,还要买一些的 电子产品 比如电视,洗衣机,冰箱,热水机 加了这些的话,应该也是要花 两三万吧 比如这个,放碗这个自动呢 拉下来推下去这个呢 我也要花三千人民币 就只有这个的 反正我觉得在日南买东西 真的是比较贵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和转发视频 谢谢,拜拜 拜拜